欢迎来到MON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巨俊叶新刺青放闪 大S曾留下爱的印记认了 很后悔 女星大S徐希元 上个月宣布和酷龙成员巨俊叶再婚 巨俊叶甚至为爱来台 相当甜蜜 而巨俊叶先前才被发现来台前 左手无名指上多了一圈 戒指图样的刺青 29日又被刺青店透露 他将西元的韩语拼音刺在手臂上 还附上台北京纬度坐标 高调放闪 其实大S过去也曾为巨俊叶刺青 分手后去雷射却痛到他当场制止医生 直言根本是地狱之火 大S和巨俊叶二十多年前曾交往过一年多 最后因经纪公司阻止而结束恋情 当时大S曾在脚踝上 为巨俊叶留下刺青 却因为不懂韩文把巨刺成久 分手后 大S决定将刺青去除 没想到痛到他在诊所大声惨叫 还和医生起争执 大S在2007年登上康熙来了 在节目上透露自己经历过最痛苦的美容疗程 就是雷射除刺青 他当时已经敷麻药半小时 不料第一发打下去还是痛到他当场弹起来 放声大叫 因为实在太痛 大S连忙制止医生说不打了 没想到医生趁他不注意又打第二发 让他当场推开医生的手 最后又打了七八针麻醉才结束雷射 大S还自己帮雷射手术取名地狱之火 透露虽然雷射打下去的时候表皮没有感觉 但肉里却像被烟头或是烙铁烫到 感觉肉都要烂掉了 直呼痛到受不了 事实上 大S过去曾透露自己当演员后 很后悔刺青 并不是不喜欢 而是因为对工作有影响 不论演什么角色都要先把刺青盖掉 相当不方便 感谢您收看Mon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再访问候能力给我 优优独播剧场—— 并不是真正是